一直以来,中国在对外交方面都秉承着牧林友好和互利共赢的原则,受到了多国的赞誉。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,也是中国到东猫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5周年,中国的外交成果迎来了一个又一个突破,这不,又有好消息传来,中国与东猫将在10月通过一场联合军演来保护地区安全。 据新媒报道,11国代表于本月初,已在新加坡完成两天的桌上演练,为10月在中国举行的海上实地演习做准备,看来,11国联合军演这件事已板上钉钉,中国是第一个同东猫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国家。 多年来,中国和东盟各国的关系,取得了巨大发展,即便是此前因为南海问题而与之闹不愉快的菲律宾,在此次联合军事演习中,也表达了极大的支持,并给出客观意见,极希望远在了1000000里外的美国不要参与其中。 除了菲律宾,还有东盟的旧国也纷纷站出来响应,无疑是对我国的支持和力挺。 记得前不久,以美国为首的2018环太平洋军事演习,本来邀请了中国,后来却被美国以南海军事化为由拒绝了。 此次,中国联合东盟各国军演,将美国进出局,扳回了一局,不得不说相当解气。 而且此次中国还踢得很高盈,我国给出的说法,是越来越国家不得参与,并没有刻意针对美国,想必美国也没有理由过来捣乱了吧。 此次军事演习由中国主导,得到中国的支持,从侧面反映了我国在南海军事上的主导话语权,为何会筹备军事演习? 其实,中国外长曾给出够答案,他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,一些域外国家把大规模的战略性武器频繁开进北区域,尤其是南海地区。 在这个地区高耀武扬威,而面对这种不断增强的军事压力,中国和东盟各国,则形成了一句对话的意见,兼职阻止战略性武器开进来,反击这样的挑衅。 十一国联合军演,不仅能展示自身强大武装力量,通过各国的军事互相关系,能起到阻止越外国家进入南部海域的作用,威慑四方,更能推动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友好关系及相互交流,必将为日后联合作战,奠定坚实的基础。 据透露,中国此次军院很可能出动一艘052C驱逐舰,和一艘054A护卫舰参演,敬请期待吧。